月台頂棚破了個大洞 鐵皮整個掀翻 工作人員忙著善後 因為出事地點 就在緊鄰軌道邊的工地 外手的車場掉臂 直接對折 凹成兩半 早上8點多正值上班時間 掉臂突然斷裂 掉個晃動 直接朝著火車站月台砸過來 屋頂直接被砸破 跟台中那次一樣 在經過這樣的工地的時候 你會不會特別去注意一下 看會安心 會 為什麼 就留意有沒有東西掉下來 月台跟工地那麼緊 本身覺得是 工地都在旁邊 它也是忽然無違則而已 所以本身還是會覺得 有點危險 鐵道局的施工地點 就在台南火車站後站的軌道旁 兩邊只隔著一道施工圍林 13號早上8點40分左右 吊車要將三噸重的對高機 吊到地下作業 過程中疑似金屬疲勞 吊臂突然斷裂變形 此時吊臂的另一個吊鉤晃啊晃 直接砸到了第二月台的周宇棚 驚險瞬間幸好沒有打到列車或是月台上的達成民眾 吊掛過程之中 那個這一台怪手的第二節的機具 它有一個彎折 那彎折它本來是要從我們的頂板掉到V1層 彎折過後它有一個復溝 那它就是有點達到了這個屋頂 追雜沙輪支線的部分班次延誤 台鐵電力吊掛線有四處損壞 三腳架也有兩處受損 鐵道局負責鐵路地下化的工程 工地離列車軌道僅一步支搖 若是又出意外後果僵不堪設想 TVBS新聞埃昭閒台內報導